大家好,很久沒和大家聊天了 很多人都知道我現在就有第三胎 嬰兒已經六個月大了 在這段期間多了准媽媽問我一些關於懷孕的問題 亦多了一些女生經常問我一些關於女生私密的問題 例如當下年妹妹發炎的時候,怎樣處理,怎樣算好呢? 其實我已經做了別人媽媽很久了 所以對於這類問題,我完全不會覺得尷尬 但我都明白到有些女生會是不好意思問朋友問家人 甚至可能會有點怕去問醫生,不知道好不去看醫生好 所以就會上網問其他人意見 不如趁今日我也分享一下自己的經驗和解決方法 首先對於女性來說 其實有時候下面妹妹可能感染到細菌,會發炎,會患痛,會癢 這些是很經常發生的事 我覺得就不需要說尷尬 很多人都試過都經歷過的了 而且有時候還會經常發生的 那麼原因其實都可以有很多的 例如去完洗手間如果洗手間擦得不乾淨,擦得太大力,擦錯方向 又或者你你M的時候選的衛生筋,質地不夠透氣的 甚至ři 可能是你那個身體那一期免疫力差一些 經常飲料、飲水少、減牛仔褲、褲太緊 其實都會引起這些問題 所以其實是很正常的 那我自己的情況已經有小到發生過N多次了 很有經驗 那情況就是可能你說癢、痛 這些都已經對我來說是很少疑惑 我十次試過可能是抹得太大力造成了傷口會出血都有 那情況嚴重點的時候當然是會看苦科醫生 但苦科醫生都知道他多數會開抗生素施養藥給你 還有會讓你濕 但一般都是開兩日藥三日藥給你 其實你的情況都未好得完 你還是要再去覆診 每一次的收費由六百至一千元不等 其實都蠻貴的 還有抗生素吃得多大家都知道對身體不太好 你吃得久又有抗藥性 所以我覺得就不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所以如果情況是不嚴重的時候 我就會試一下自己處理 例如找一些天然成份的食物去試一下 例如我自己有吃過這個 這個食物叫絲蜜症 是專門為女性下臉妹妹的情況而設 例如你已經發感染或覺得不舒服 症癢或痛的感覺 你吃了就可以幫你減輕這個痛處 舒緩一下 另外如果你說沒事去吃它的話 可以預防這個情況發生 它的成份都是全天然的 還有它有五個國家的專利成份 包括這裡有寫的 美國專利的萬月梅 法國專利的諾神花岳 有乳酸菌 有西印度櫻桃等等 效用可以改變細菌蟲的生態 打低壞菌 然後拿回一些益粉 還有這裡也有寫的 為什麼選擇它呢 因為它是醫生推薦選用的 而且它也是全天然成份 我吃過其實效果都OK的 起碼你真的舒緩到那個感覺 我都因為挺容易中招的 所以我就會有一盒開門口 這瓶是之前吃的時候剩下的 其實也不是說很大顆的 效果我覺得是OK的 因為之前吃過一段時間之後 例如大肚這半年內 六個月肚 也沒有什麼方法 因為其實孕婦是很容易 下面會發炎或者感染的 其實不關國人衛生問題的 是身體的變化問題 起碼我這半年內 之前有吃過它就沒事了 至於你說如果大肚子的時候 萬一就是中招 那吃不吃得呢 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它是純天然成份 就不會說應該不行 但是最好當然是問回醫生的建議 因為人人的體質都不同 始終我自己也是覺得 吃太多西藥是不好的 就是都是吃一些 成分天然的supreme 去預防或者舒緩一下 會比較好 好了這次就跟大家聊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